阿彌陀佛 我们回来继续 刚刚跟各位介绍 这个普门品的前半段 它是讲的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冥冥之中给予众生利益 也就是消灾免难大悲拔苦 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归纳成为四大象 第一个是旧山灾 再来是偷世难 第三个是媚山毒 最后应恶求 旧山灾偷世难叫做拔生难 媚山毒就是拔心难 然后宴恶求就拔无难 无就是没有了 你要求难或者求女或者求子 没有的话 那你去求就有 就是拔无难 那我们一大象一大象 把经文分成这四大项目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我们练过去 若有慈世观世音菩萨明者 射入大火 火不能烧 游世菩萨威神利固 若为大水首飘 称其名号 吉得浅出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为求金银流离 车骑玛瑙 珊瑚 琥珀 珍珠等宝 入于大海 假使黑风吹其船方 飘渡罗沙贵国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称观世音菩萨明者 世诸人等 皆得解脱罗沙之难 以示因缘 明观世音 这是这段经文的内容 我们把这段经文内容 把它归纳出来 旧山灾 第一个旧火灾 第二个旧水灾 第三个旧风灾 这个地方水火或者风 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时候 都是只想到再烧的叫做火 看得到了 那个再烧的叫做火 那么看到大海海浪过来 或者是洪水 那叫水灾 看得到了才叫水灾 然后台风来了 风吹才叫做风灾 可是我们都是看到外表的 看得到的 可是这个火也好 水也好 风也好 事实上从众生来讲 那个苦恼不只是外面看到的山灾 还有心里头的风水火的灾 所以所谓的做明义 我们刚刚明明立意众生来讲 是在众生受在我们苦恼的时候 暗中来帮助他 用这个智慧 用善角方面帮助他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刚刚讲了 一心称联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能够跟观世音菩萨的悲致相应 消除心里头的 所有这些的苦恼灾难 所以如果有这样了解 对于旧山灾 就会更能够接受 要不然我们都会只是停留在什么 停留在祈求祈求 那么这个火 我们刚刚讲 火有内火跟外火 这个外火是外面看得到的 这个鬼火 霹雳火 人火 贼人之类的 但是鬼火 我们不一定会看到 霹雳火 烧得霹霹霹霹霹霹霹 那是看得到 我们一般人想到 火灾大概只想到 那个烧得霹霹霹霹的东西 可是内火 我们一般人不会去想 内火有三种 一个叫果报 果报 就是我们的果报 而且过去所造的恶业 所献起果报 献潜的时候 那个让我们身心 受到很大的苦恼 这个是果报火 再来是恶业火 恶业火是 这个心里头 过去所造的恶业 要献起的时候 我们听过一句话叫 火烧功德灵 那个叫恶业火 心 只要心 恶业起了 那么就会受到 就会引起灾难 再来更多的时候 是烦恼火 我们有大大小小的烦恼 这叫烦恼火 所以这是火 那众生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火 因为我们的 知见的问题 我们知见的问题 我们刚前面讲 我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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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我 跟罚我 这两种执着 也就是 我们在第一堂课讲过 爱跟见 这两件事情 然后 只要跟这个 相应 就是烦恼 跟这个爱见相应 就是烦恼 那烦恼 或者是欲望 只要起了欲望 就是一个火 OK 好 那观世音菩萨 反文文字信 所以他的知见 是清净的 所以内火就熄了 那内火熄了之后 外面的 世间种种的 就不会烧到他身上 所谓的观世音菩萨 能够帮助众生 射入大火 火不能烧的原因就是什么 众生 在受苦恼的时候 那观世音菩萨 以智慧的光 来造这个 受苦的众生 那帮助他 这个能够苦恼 减轻一点 那更重要的就是 在这个时候 能够帮助众生 让他的这个 所谓的知见 在苦恼的时候 能够清净 这样的话 就是所谓的射入大火 火不能烧 那我们知道 所有的 这个火 最可怕的 不是有形的火 有形的火 只烧一石 可是无形的火 就是我们心里头的 贪嗔痴的火 那个是什么 是生生世世 烧我们的身心慧命的 所以 有一句话讲 叫做 称信猛于火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观世音菩萨 帮助这些 受苦恼的众生 是让他去 这个 免疫什么 那个所谓的 探生吃火的 所引起的 这些苦恼 或者是 那种苦破的境地 好 这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大水 我们刚刚讲 很多人讲水水水 就想到了洪水了 海水了 可是 有一句话讲了 叫做 爱河千尺浪 苦海万丈坡 所以所有的水 叫做 爱欲之水 我们 一波一波 随境转足 或者随炼转足 那个贪爱的心 因为贪爱 而生起了欲望 那么 就会让我们的 生死当中 就在那边轮转 所以 当我们能够 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我们的心 就远离了爱欲 这个时候 就是这边讲的 吉德尔浅触 本来你在 在里面的 这个我们讲叫做 已经在沉沦了 那这时候 你心跟那个 爱欲远离的话 你就不会在 沉沦下去 就 就慢慢就飘起来了 好 那么这是这个 若为大水 首飘 称其名号 吉德浅触 它的道理 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水 不是有形 不只是有形的水 而是什么 而是这个 所谓的爱欲之水 就算是有形的水 当你在那边 要在水里头 载浮载沉的时候 如果带了恐惧的心 那身体僵硬 一定沉下去了 那你如果 能够 那个称念观世音菩萨 身心放松 就浮起来了 这个我们从 那个游泳的人都知道 学游泳都知道 只要紧张 就一定沉下去了 那身心放松 就能够漂浮起来 所以这个是 这个道理 就我们的心 称念观世音菩萨 让我们身心 能够不再去 担心自己会不会死 担心会不会 自己想要的东西 得不到的时候 我们的身心放松 那么跟观世音菩萨 的慈悲智慧相应 就吉德浅触 好 还有这边讲的 去求经营 车取麻辣 而入大海的 做这些事情 背后的根本原因 就是贪 所有的众生 第一个是贪自己的 身心性命 第二个贪什么 为了养这个身心性命 去贪很多的柴霍 贪很多的外在的东西 用世间的这些东西 想要来保障自己的性命 或者来庄严自己 事实上 是没有看清楚 身心性命 还有世间柴霍 都是什么 都是原生原灭的东西 那只要一心贪 那这个就会生出什么 我们叫疑心生暗鬼 各位听过这一句话 这个暗鬼 你只要贪 你已经会有守护 就想要守护 那守护就要想 什么人会来把我的东西拿走 什么人会来偷我的东西 会来抢我 那么这个所谓的鬼 你可以说是心里头 那个阴暗面的 所生出来的那个影子 或者是真的有鬼 那这个叫做什么 人的心不够光明正大 这叫鬼 那这个罗撒 它基本上可以比喻成什么 我们心里头的恶恋 那黑风心里头的烦恼 只要我们心恶恋起 那我们会怎么样 贪嗔痴心就起来 那么杀心就中 为什么会有杀心 因为我的东西我要保护 我要守护 那我看到那个是什么 很珍惜的 不是我的 我要把它变成是我的 不择手段 不择这个 就是要达到目的 那这个叫做杀心 伤害害心就起来的 那有贪心有害心 那一定怎么样 一定就是生死苦恼 所以如果贪心起的时候 能够记得称恋观世音菩萨的话 我们的这个恶恋消了 贪心杀心也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得以解脱黑风楼煞鬼烂 所以黑风楼煞鬼烂 我们刚刚讲的 可以说是外在的 可是根本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会召感黑风楼煞 是因为心里有恶恋 然后召感外言 所以只要我们的心 能够不起贪恋 不起因贪而生出来的 杀害的念头的话 那这些黑风楼煞就会过去 所以这是这句话的 能够称恋 观世音菩萨就能够离什么 离这个水灾火灾风灾 这三个 所以讲完这个之后 佛陀讲了 以事因缘免观世音 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众生 遇到水灾火灾风灾的时候 能够一心称恋的话 那么他就会寻生而来救济 所以第一个 讲的山灾 能够让我们远离山灾 第二个脱世烂 这段经文是这样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若父有人临当被害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 笔锁持刀杖 寻断断坏而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夜叉 罗萨欲来恼人 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 四书恶鬼 尚不能以恶眼四肢 旷父加害 舍父有人 若有罪 若无罪 丑谢家所 简系其身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 皆惜断坏 即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冤贼 有益商主 将诸商人 积持重宝 经过显路 其中一人 做事畅言 诸善男子 悟得恐怖 如等应当一心 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是菩萨 仍以无谓 失于众生 如等若称名者 于此冤贼 当得解脱 众商人文 聚发声援 南某观世音菩萨 称其名故 即得解脱 那么这段文字 讲的就是脱世烂 那这世烂呢 我们把它归纳 分类成为四段 第一个脱杀路烂 就是这个刀杖不伤 就是第一段文字 第二个脱非人烂 非人就是所谓的恶鬼 刚刚经文里面讲的 叶叉罗萨 这些就是这个非人 恶鬼想要来害人的话 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他们就会远离 再来脱求戏烂 这个叫什么 这个简戏解脱 那也就是说呢 他不管有罪无罪 被陷害 或者是被到牢里头去了 你只要一心 称念观世音菩萨 那么呢 你就能够呢 这个解脱 简戏之烂 那么呢 再来是脱怨贼烂 怨绝不损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他们呢 商人带了一个商队 那么路过一个 我们白话讲 一个三贼的那个据点 碰到他们 可能担心他们会来抢 所以呢 这个其中有一个人就说 我们大家只要称观世音菩萨 应该就可以平安路过 OK 那么这个基本上 从这个信仰角度来看 这都叫什么 求观世音菩萨保护了 可是呢 我们如果来看 从那个佛法的精神来看 这个 不管杀戮烂 或者是这个 恶鬼 或者是简戏 甚至怨贼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离开 离不开我们心里头的这个恐惧 心里头的恐惧 这个刀杖 刀杖不伤 或许刀杖会让这个身体 还是会受伤 可是 如果你没有执着这个我 刀杖会砍到我吗 真正的 你如果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我在这里受苦难的话 那这个身体的苦难 当下就解脱 外境没办法对我们造成 那个压力 或者是任何的 对那个我造成伤害 所以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 你就不会 就是很多 很多没有学佛人 拿这个来跟学佛人 去那边挑战的 你们讲这个东西 哪有刀杖 这个砍下去不会伤 哪有刀杖砍下去会断掉的 那这都是什么 只看到表面 没有看到真正的 那个所谓的 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当你一心一意的 称念观世音菩萨 称念到无我的时候 那么这些境界就不是问题 所以脱世烂的意思 基本上就是 借由苦难的境界 那么你一心一意 称念观世音菩萨 心心恋恋 只有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这个时候 那个自我的中心就放下了 那么这个时候 会跟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智慧相应 那么这时候 就会跟观世音菩萨的 那个慈悲智慧相应的话 那个当下 我们的心就开了 那么苦恼的境界 就不再是苦恼 好 那可是呢 我们没办法 期盼每一个人都是什么 都是修行那么深 或者是 正念也那么深 那实在是不行的话 还是灵观世音菩萨 那这个时候 至少可以让我们 在那个境界底下 那种恐慌的 恐慌的感觉 能够下降 同时 我们的心安定了 在那个苦难境界底下 才不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这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 所以就算被困在囚牢里面 那你如果真的就能够 这个念念观世音菩萨 那在那个囚牢里面变成什么 变成是闭关修行 每天三餐有人帮你送餐来 对不对 所以心态的转变 你就没有 你就不会有失掉自由的感觉 所以这叫什么 这个叫脱囚戏烂 好 那我们知道那个 看到那个虚荫老和尚的 那个故事 他被抓到囚牢里面 被关还被打 在那个我们的大环境变动的时候 那他有修行人在囚牢里面 就是这种心态 所以他基本上 别人看来他是被关的 可是他觉得 他在那个里面是在修行 我是不是虚荫老和尚 但是我们可以体会得到 那么你可以看到 这是心态的转变 非常重要的 不要带着 我在这个地方受苦 那么我什么时候苦才会结束 那为什么他们 都要有这么样子的 做这些不公平的事情 只要有这些东西 苦难就如山 苦难就如山 那么如果回来一心一意的 把这个恋头跟观世音菩萨 这个圣号相应 恋恋观世音菩萨 那么一心称恋 那么这些境界就不是问题 所以叫脱势烂 精神应该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讲完脱势烂之后 佛陀后面就一句话 这个吴俊逸 观世音菩萨 摩赫萨 威神之力 唯唯如是 唯唯是非常高的意思 那摩赫萨 就是大菩萨 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免山灾 脱势烂 那这些人在这个时候 他一心称恋观世音菩萨 也就是他什么 他用那个雨夜 就嘴巴恋 这个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叫雨夜归一 嘴巴恋一定要心跟着恋 所以这个时候是 观世音菩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他能够寻生拔苦 能够救山灾脱势烂 那我们刚刚讲的摩赫 菩萨摩赫萨 摩赫是大的意思 所以摩赫萨叫大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大菩萨 什么样的大菩萨 他有大道心 有大愿力 有大慈悲 大恨门 大无畏 大功德 大神通 大妙用 能够随着众生的根据 随着众生的苦难 还有他受苦的时候 那个所练出来 那个祈求的阴生 而能够给予 这么多的人 善巧方便 那这个叫做什么 他的神通硬化 一个人只要有自我中心 他所立足的点 就是有当下所站的这个地方 可是菩萨 他已经这个智慧圆满 没有那个是所谓的 变一切实 变一切处的智慧 所以只要有人求 这个炼观世音菩萨 他当下就硬化身 就陷在前面 好 那么这是我们应该要了解的是 观世音菩萨 摩河沙 微神之力 唯唯如是 这个我们刚讲的 这个 旧三哉托士兰 旧三哉托士兰 好 那第三个 魅三读 旧三哉托士兰是什么 是一心持送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旧三哉托士兰 那么接下来魅三读 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欲 若多称慧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称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痴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等大威神力 多所饶意 世故众生 常应心念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生死苦恼的根本在哪里 生死苦恼根本就是 贪嗔痴三哉 这是根本烦恼 那么其他的烦恼 叫做自末烦恼 从根本烦恼所衍生出来的烦恼 那么佛陀在这个世间开始来度化的时候 随着众生根气的 就是说一下子不能受大法的时候 我们上次讲天台的五十教 对不对 第一十教就是路远院的时候 开始出现有僧团 那时候在路远院讲的是世阿寒 世阿寒里面 他因为众生的根气 大部分都是生文 所以他对于多贪的人 教我们要用不敬观 对于参天心多的人 要用慈悲观 对于鱼吃重的人 要修阴言观 除了这三种观之外 事实上 佛陀在阿寒里面 也要一下子 还没办法发起大心修行的人 要修六种念 练佛 练法 练生 练师 练戒 练天 这个地方也有练佛 在六念里面也有练佛 第一个练佛 可是这六念 佛陀教六念 它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这些都是 大部分是生文或者是凡夫 刚开始要发心 他一下子发不起 出离生死的心 所以佛陀就劝慰 劝欲 这些所有的众生要练佛 练佛不是像我们正在练的 阿弥陀佛或者是这样子 其他的佛号 他讲的练佛就是 要去观想佛的三十二项圆满 要去观想佛也是从什么 从凡夫修行而来 所以练佛是以佛作为我们的 凡夫修行立志的榜样 是鼓励我们 这是练佛 那么练法 当然练生这练三宝就不用讲了 练师 布师 布师有福德 所以让我们征服 那么练戒 戒可以让我们身心清剑 不用去造恶业 同时戒的 也会衍生什么 我们的福德 那么还有些人 还有些人 因为没办法发起 出离生死烦恼的心 那知道天人想天福 所以这个想去观想说 天人的天福 一样是从人而开始修 那为什么他能够升天想天福 因为他是广修福 福田 那么这个是什么 这是劝慰 刚开始发心的人 他鼓励他去征服 征慧的一个手段 一个方法 那跟这边的一心称恋观世音菩萨 常恋恭敬观世音菩萨 这个地方的一心称恋 那个意义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 到后面的时候就是 讲的 你只要一心称恋观世音菩萨 所有的这些苦恼 这个生死苦恼 都能够解脱掉 那么基本的意义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练的观世音菩萨 基本上练的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 因为一心称恋 就是你恋恋观世音菩萨 我们刚刚讲恋怎么恋 就是要恋恋观世音菩萨 没有杂恋忘恋 所以如果这样练到一心清静的话 就跟观世音菩萨的法身相应了 同时因为心存恭敬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悲愿 跟他的智慧也就能够相应 这是第二层的意思 第三个是一心称恋观世音菩萨的话 就是一夜归一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怎么样 昧三读 贪嗔痴 所以贪心重的人 要恋观世音菩萨 称心重的人要恋观世音菩萨 余思心的人都要恋观世音菩萨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恋到 恋恋 不起忘恋 那么一心清静 这时候就能够被谈成三读 那么这是为什么 佛陀我们讲的 在一开始 入尾宴的时候 佛陀也教要恋佛 可是到这时候就说 你们只要恋观世音菩萨 好好恋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昧三读 基本上就是 佛陀在世间讲法讲了四十年 众生的根基有了 对佛法的信心也有了 所以他才这样来讲 讲完这一段之后 佛陀继续开示的 这个就是说 吴敬意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等大微神力 多所饶意 世故终生 常应心恋 我们刚刚讲的异业 异业 就像前面讲 你在受苦的时候 嘴巴恋 可是嘴巴求 恋观世音菩萨 很大声地恋 可是你平常 心里头也要默默地恋 恋到一心不乱 这叫常应心恋 这个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 常念观世音菩萨 能够灭三毒 然后常念观世音菩萨 能够多所饶意 多所饶意的意思是什么 让我们远离贪嗔痴三毒 的这些苦恼 所以多所饶意 是说能够让我们远离 贪嗔痴三毒 这基本上它的道理 是我刚刚跟各位说明的 就是当我们一心 常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心里头都要默默地恋 观世音菩萨 维持我们的心是一心不乱 那我们的心就不会跟贪嗔痴相应 那只要不跟贪嗔痴相应 那贪嗔痴所带来的苦恼 就远离了 所以叫做多所饶意 所以已有意故 众生当一心洗恋 不只嘴巴恋 心里头要前后 恋头要维持 都是跟观世音菩萨相应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心里头这样练 那这个地方 我们就关于这个所谓的魅三毒 介绍到这个地方 经文的意思在这里 那么第四个 应恶求 应恶求它的内容讲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若有女人 色欲求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色欲求女 便生端正有相子女 素质得本 众人爱敬 无尽意 观世音菩萨 有儒势力 若有众生 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福布堂娟 事故众生 皆应受持 观世音菩萨名号 那么这边讲的 应恶求是什么 就是说 有这个想要求男的人 求不到 想要生儿子 这个生不到 那去求观世音菩萨 如果心里头想要生个女儿 也生不到 那去求观世音菩萨 那只要 去祈求的话 要礼拜 供养观世音菩萨的话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的话 那么就能够生什么 福德智慧之男 或者是什么 端正有相子女 那么这基本上应恶求 所以世间的 对世间的这些 世间人的求男求女的欲望 只要供养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也可以满足 所以我们为什么 讲到前面讲那些 最后还要讲 世间人的所谓的 求男求女 前面是讲的 拔众生之烂 众生的苦烂 有什么 七烂 还有三毒 七烂三毒 前面是拔众生的 有烂 有 也就是所谓的 这个业力果报 所献起的 这个地方讲的 无烂 是他的愿望不满的 那个无烂 这个无烂 就是什么 无男 无女 这七种烂 跟恶求来讲 前面的七烂也好 或者三毒也好 都是很苦很重的 特别是什么 特别是七烂 七烂现前的时候 那是非常生命交关的时候 那一种苦烂是最重的 那这个三毒 虽然是根本 可是三毒没有献出的时候 还没有那么迫切 所以迫切性是不一样的 但是基本上 不管是七烂也好 三毒也好 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心 跟我们的业力 所显现出来的 这个样貌 所以前面讲的 要一心称恋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恋观世音菩萨 好 那这个地方来讲 后面为什么要讲 这个无男无女 这边文字讲就是什么 奢缓固 奢是什么 这个日子过得去了 还希望更怎么样 还叫奢缓 缓是什么 有也好 没有也好 没有那么迫切 所以这基本上来讲 是不跟你的 性命交关的那种感觉 而且不跟你的 这个生死轮转的 那个根本原因 那么样的迫切 所以恶求是最后的 因为它不迫切 所以最后才讲 讲完之后 恶求之后 最后一个结语 吴俊毅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力 若有众生 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福布唐娟 世故众生 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福布唐间是个福 就是受持观世音菩萨的福报 福德 唐捐 唐是虚 捐是气的意思 就是你的福报 不会空空过去 不是空的 不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的福报 是实实在在的 只要受持观世音菩萨 福报一定是非常实在的 所以要礼拜供养 身心恭敬 心存恭敬 身行礼拜 这样一个事情来看 不仅说我们的遇难能够免 而且有求必应 而且能够因为这样来获福 那这为什么说 你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获福呢 福跟什么 跟我们的苦 罪苦是相对应的 我们的罪苦哪里来 我们的罪苦是因为我们的心 跟贪恋相应的 对不对 然后面临这个 因为我们过去的贪嗔之业 所以这一生来受果报 那受果报是苦 有苦就是没有福了 那如果我们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 对观世音菩萨礼拜供养的话 那我们的身心就会调柔 那第二个 我们的身心前念后念 不再跟贪嗔之相应的话 当下不会造烦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仅当下不会造烦恼 因为身心清静安定 所以烦恼现前的时候 不会被烦恼境界拖着跑 所以就算有苦恼现前 这个苦恼就不会是一个 很深很重的苦恼 因此苦恼能够减少 我们的福报就增长 简单 对不对 所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能够增长我们的福报 那因为呢 这样的福报不是虚假的 这样的福报不是虚假的 这个道理我们可以理解 所谓的没有福报 是因为我们的心的问题 这个有一句话讲 人心不足 舌吞向 对不对 在有钱的人 你一直在追求财富 那个财富是没有止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从世俗的人讲 你财富很多 应该福报很重的 可是对那个人来讲 他是在苦恼里面 因为他一直在追 一直在追 所以只有心远离贪餐吃的时候 有福报 你不会被福报困住 那没有福报 你也不会 因为没有福报而有苦恼 那只要心远离苦恼 就是福报就增长 那么这是福不堂圈的意思 这个意思 我们得到这个福不是虚假的 也不是好像是不实在的 所以佛陀劝我们要怎么样 真的要受持观世音菩萨 那前面的名义讲完了 那接下来最后 这一段经文 劫劝辞明 这个劫势辞明都服 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吴敬意 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 横河沙菩萨明子 父进行供养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鱼如意云合 是善男子 善女人 功德都佛 吴敬意言 甚多是尊 佛言 若父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明号 乃至一时礼拜供养 是二人 福正等无益 以百千万亿节 不可穷尽 吴敬意 受持观世音菩萨明号 得如是 无量无边福德之力 好 那么这段经文 第一段讲的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 能够受持六十二亿 横河沙的菩萨的名字 也就是受持独送 这个六十二亿横沙 六十二亿横沙有多少 横河沙是无尽的 六十二亿的横沙 那么多的横河的沙 那是没办法去衡量的 当然 不只是受持这个菩萨的名字 父进行供养四种东西 饮食 衣服 卧具 医药 用四样的事情 来供养菩萨 这样一个人 他的功德多不多 当然很多 对不对 这个 以那么多的 受持六十二亿横沙的名字 然后又用四种事情 来供养这个菩萨 福德 当然很多 所以吴敬毅说 甚多世尊 可是佛陀又说 肉腹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 名号 乃至一时礼拜 供养 是二人 福正等无益 与百千万亿 皆不可穷尽 那这个二人 是指的什么 第一个 刚刚讲的 前面讲第一种 受持六十二亿横沙的 菩萨名字 还用四种东西 去供养的 这个人 另外一个是什么 有一个人 他受持观世音菩萨 名号 乃至一时礼拜 供养 他是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算供养观世音菩萨 是乃至一时 他只有一时礼拜供养 就非常前进的供养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跟前面那个人的福德 福报 到底差多少呢 佛陀说了 四二人 福正等无益 这两个人的福报 是相等的 所以意思是什么 告诉我们说 如果一心持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算你一时的供养 观世音菩萨 就供养 是说非常前进的供养 不是说只有样子 这个供个果 然后呢 只有稍微理一下 那就是非常前进的供养的话 那那个福德 那个福报 是跟前面那个人的福德 福报是一样的 所以呢 最后 佛陀总结了 观世音菩萨 云和这个名观世音 是因为什么 主要是寻生救苦 OK 那寻生救苦 那你寻生救苦 就是你一心称恋观世音菩萨 或者说心里头 恋恋观世音菩萨 那或者是说 你来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那这样的福德 跟刚刚前面讲的 那样以受持六十二一横河沙的菩萨的名字 其他菩萨的名字 还有呢 这个供养 这些菩萨 他的福德是一样的 OK 所以呢 劝辞什么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德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力 那这个 到这里 这一段 差不多 结束 那还有 有几句话 跟各位来 来这边一起分享的 就是说 我们呢 这一段 这一段长行 吴敬礼菩萨问说 观世音菩萨 为什么 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 那来 第一个就是 一心称名 我们说 这个经文里面讲的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出苦恼 文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 即使 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这是寻生救苦 第一个 第二是 诸善男子 勿得恐慌 如等应当一心 称观世音菩萨名号 是菩萨 能以无畏 施于众生 这是什么 途经愿解 显露的时候 只要一心 称名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 无畏 再来 这个 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等大为神力 多所饶益 世故众生 常应信念 这是讲 媚三度的 那个地方 再来 若有众生 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 福布唐间 世故众生 皆应受持 观世音菩萨名号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恶求 这个部分 所以以上 举的这些内容 都讲什么 就是说我们 持诵观世音菩萨 能够得到 很大的福德 所以 劝劝我们 应该要 持诵观世音菩萨 因此 这段经文 叫做什么 叫做 劝慈 格量 结叹 结叹是最后 这边 劝慈 就是 劝慈 格量 刚刚讲的格量就是什么 对比福德 刚刚讲的 有一个人 是 62月恒恶杀 结的 这个菩萨的名号 还有世事供养 有一个人 他只是 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 一时供养 这两个人的福报 有没有差别 没有差别 所以 这个叫格量 格量 最后 佛陀对这一个 长行的最后 的一段 文字 吴敬意 受持观世音菩萨 德如是 无量 无边 福德之力 那么刚刚 对比了 福德之后 最后 这段 长行的一个 总结 就是说 称念观世音菩萨 名号 福不可尽 同时 受持观世音菩萨 名号 也能够 得到 众多乃至 无量 无边的 福德利益 所以 受持观世音菩萨 功德无量 因此 佛陀 劝请我们发心 要 练 观世音菩萨 那么 这个 无量 无边福德 的利益 大概就是 两件事情 第一个 练观世音菩萨 的名号 这个 所得的利益 等同 持 六十二亿 横和沙菩萨 的鸿名 的 功德 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 格量 第二个 持送观世音菩萨 的这个名号 能够救山灾 脱势烂 离山毒 应恶求 所以观世音菩萨 有这样的 威神力 这一段 我们就跟各位 介绍到 这个地方 但是今天 讲的 这个重点 有一个 请各位 回去 再把这个地方 看一下 讲的是 持送观世音菩萨 这个所谓的 这个名利 持送观世音菩萨 名义 旧山灾 脱势烂 魅三毒 应恶求 这是这段 经诸全部 那么多 总结起来 这四段 就可以涵盖 当然 这个旧山灾 这是拔生难 魅三毒 是拔生难 然后应恶求 是什么 是拔无难 那同时 请各位 下次上课之前 如果你对于 普门品不熟的 三个字 还是把它送一送 熟一点 再来 就是把我今天 一开始讲的 观世音菩萨 果德 那页头 里面看一下 慈悲 智慧 那两个大项目 一个就是什么 寻生救苦 一个叫做 随机 教化 这两个事情 这是 普门品的 整个内容 但是 寻生救苦 就分成 我们这边看到的 旧山灾 脱世烂 魅三毒 应恶求 虽然 这个是表面上的拔苦 可是最后 最根本 就是 佛陀 劝请我们要 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 因为 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 福德无量 那为什么 福德无量 因为一心称念 我们心 不跟贪神实相应 我们的心 不再遭恶业 那我们的福 就会增长 同时 如果仅有一点点福 也可以保住 不仅可以保住 还可以增长 好 那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个礼拜 就最后 经文 会跟各位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